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过一下的就是北京就是今天就是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里面就是那个赵立坚就公布就是反制美国的11个名单就是反制裁啦 你制裁他就制裁回来啦 那11个人都是6个是国会议员来的 其他那5个人呢 就一个是这个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和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的会长 和国际共和党研究会的会长 和人权观察的执行主任 和自由之家的主席 这些就是NGO的头 这些是过去一直以来对中国的人权 就发表很多意见的 那就是说这些是对我们中国不友善的 那就回敬你美国 那制裁这11个人 那刚才我说到这都不合比例 对吧 现在他制裁你的就是11个中港官员 是吧 全部都是高官 那你就去制裁他几个议员 加上NGO的头 是吧 那就是怎样呢 是吧 是不是应该要制裁这个蓬佩奥 是吧 这个国务卿司法部长 有份做那些土共核民那几个 还有副总统 还有国家安全顾问 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 要这些才行 现在去了台湾访问卫生部部长 最重要是那个局 违反一中政策 那你应该要制裁这些 那比例就对了 但如果你制裁这些 即是宣布要断交了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去到这个地步还要断交 是吧 那你是不是想断交 是吧 所以大家现在就真的要拭目以待 好了 美国现在做了这些所谓制裁 那跟着其他那些国家 会不会跟呢 譬如英国 是吧 或者其他国家 会不会跟呢 大家在这里看 那现在就真的 虽然未到世界大战 那这个肯定就已经是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 到现在这三十年 最紧张的国际局势 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吧 因为跟中国的关系是这样 是吧 现在是天下为中 是吧 这个是自九零年 苏东波之后 这个所谓冷战结束之后 三十年 这个所谓美中关系所掀起的 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 当然它在国际社会 很有影响力 是吧 这个影响力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 多人跟你朋友 那你就有影响力 钱啊 和钱 那你就会有影响力 是吧 但是现在当一些主要的国家 跟你反面的时候 那你的影响力 然后就没有了 是吧 或者影响力就越来越薄弱 是吧 那你就用点心思去搞你的内循环 是吧 是不是要搞到这样呢 是吧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 可以 留心点 有些耐性去看下 未来的发展 是吧 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觉得 始终都是利益挂稅 是吧 但是现在整个大环境 整个国际政治的氛围 就是这样 是吧 就是围堵中国 那为什么要围堵中国呢 是吧 就是多行不义 是吧 是吧 国际政治 很多时候都是不讲道义的 是吧 那现在你给一个道德光环 给他们带 是吧 那最不堪的就是 你有本事 你就跟他们对抗 你为什么要找香港人 来开刀 是吧 然后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就不停地抓人 是吧 找香港人来开刀 找香港沉淪 来做一个筹码 但是这个做法 其实 是不是真的可以赢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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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搞死香港 你就可以赢呢 搞死香港 是否等于中国赢呢 是吧 就是现在的问题 搞死香港 就等于你中国赢呢 真的要问这个问题 是吧 是吧 就是我没有什么耐性 好像其他的KOL 慢慢分析这个国际关系 是吧 是吧 就是 那个利弊在哪里 现在中国有什么筹码 美国又怎么样 我真的没有什么耐性 是吧 大家要听这些 你就要看那些 或者你看沈旭辉 沈旭现在也有个频道 找了很多钱 是吧 又有Patreon 那你就要听这个国际关系专家 说吧 他现在已经不敢说三十五家了 是吧 是吧 真的 你来到我们这个台国 一次之后 以后都不敢说三十五家 现在他说国际关系 那开正他很烦 那些人会问他 那些十一个被人制裁的 那在国际关系里 你怎么看啊 或者国际 那他就跟你说一下国际金融 可能Facebook又不上得 credit卡又不能用得 美金啊 换美金可能是有问题 就是说了大堆这些东西 是吧 那我就只知道 很辣 因为我看回他 这个财政部里面 所写的那些东西 我就觉得很辣 所以我在我们的本书里 即是 特意要加回这一节 特意加下去 特意加下去的 是吧 搞得到最新的东西 都放下去了 今天那些拉肥佬礼 这些拉肥佬礼 那他现在的制裁名单 和那本书里面的名单 那很相近 那你可以说我提供的 又不是 那本书都还没出 那我们是说 三司十 十三局和特首 那是个政府 一定中的了 那你这个政府 现在中了几个 保安局局长 政制事务局局长 特首办主任 国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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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安委员会的主席就是 林郑月娥 其实你看回财政部 主要就是说 你有份执行国安法的那些 是 很清楚的 他说得很清楚的事情 你可以上那个网页看一下 写得很清楚的 是不是 是唯一写错了 林郑月娥的住址 他就以为很有趣 然后就说 诶 这么差的 我的地址 我搬了 你都不知道 然后就转头说 你防外私隱 不了了 是不是好笑 说他搞错你的地址 转头笑这个 美国防外私隱 先笑他 办事不力 美国的情报那么差 其实他自己也说 就是你拿签证的地址 他当然拿了地址 有什么所谓 有没有地址也没所谓 他是这样写的 但是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 其实也可以 台中 你那个一周大使 是吧 你可以说 是很仔细的 在这个美国财政部 那个 然后从那里带动出来 出现的影响 这个又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叫天下为中 野狼外交 嗯 他里面写得很清楚 然后里面主要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 你那些资产啊 或者一些财务的行为等等 嗯 其实是很仔细的了 如果去到那个地步 你还是很糟糕的 是不是 就是 他那个香港自治法 现在只是制裁各个人 还有其他的 你知道吗 那个行政命令 还有其他的 现在是先做这部分 你明白吗 还有其他的 还有第二轮 还有第二轮 不是人的第二轮 是香港自治法制裁人 是一个部分 另外还有 对香港的经济 啊 贸易啊 那些其他那些 是很多的 嗯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时间 我们这里是爆舌条 是不是 就是深入一点 你可以说这个 是吧 究竟这个制裁有多难 是吧 牵涉的范围有多广泛 而且现在是针对人 这个制裁是人 嗯 接着那个 香港自治法还有其他东西 嗯 有些是制裁来的 是对香港 这个对香港的伤害很大 你现在制裁这十一个人 是对这十一个人 和他的家人 是吧 或者他的关系企业 有影响 是吧 但是制裁香港的部分 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是吧 所以这个你可以 因为我看了一段时间 是吧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讲 在这个节目上 就可以详细地讲一下这个问题 是吧 好了 那我们讲回现在整件事 当然 他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是吧 那关于黎智英 是吧 你勾结外部势力 就像这个 国务院办公室的声明 是吧 即是太多形容词 又刻求美国对华和 对港制裁 并以驻港 美国驻港总领事官员密会 你问你文件团的人没有见过美国令市吗 那些都是密会的 那些 你没有见过吗 你走出来说 你没有见过了 李慧琼 我就知道你有见过 那你们见过就没问题 是吧 他就会拜访 李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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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勾結境外勢力,台灣也不行,我勾結我老婆而已 台灣政府也沒什麼來往,尤其是民進黨政府 香港本土派中司說我是逢民進黨必罵的,他説得夠我背脊 他寫了一本書,所以我又沒有勾結境外勢力 不是說我又軟健,而是我不喜歡做這些事情 我又不會反對別人做這些事情 現在不能反對別人勾結外國勢力,等於先勾結外國勢力 如果香港去到這個地步,大家就不用說話了 真真正正是攬炒的 所以現在的界線是很模糊的,我告訴你 所以為何現在的人會雙驚白又有,人心惶惶又有 所以你看到,至於我檢查又有 現在收了聲 最英明就是蕭生 你不想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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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你 他用實際行動告訴你 他不是說我就不想要衷的口感中 他叫實際行動讓我告訴你 他說她不是願意立國正法的 即是立的 好,我們休息一下再聽電話 嗯